好來 終於告定了 好來 請起立 走勒 請坐 大家 民政府的動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那邊坐到媽媽媽 我們這邊晚差不多了 不少人 今天人很多 不明說三百一十歲 剛才秘書長不知道大家報告 這現出事來的可能看起來 那邊頭就百多歲了 跟我們這裡差不多兩百多歲有 明天要再過來 我之前說 他說 台灣政府的國家安全補給 這個秘書長都說很多 他好像不知道說這部份還是說對部份 他說這部份嗎 蛤 這部份嗎 蛤 你看看 他說 正前率的回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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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班的困难的时候 应该是将来都是 民政府的政务官的修设就对了 每个人都有机会来丹任政务官 要如何把政务官做好 要困难 每个人都有这个领土领力 什么样的人才有领土领力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先见之明 对一件事发生 你看到现象的时候 你可以追杀到现象的本质在哪里 你会比别人看清楚 哪有这种现象是怎么会这样 本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流氓政府 他的财政恰意一直增加 负责一直增加超过五条 五条是中央政府的负责而已 中央政府也总是贴责 总是贴责 另外包括 我们的公共设施的保留地 正乎政府的负责 责政准的应该要控制的 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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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部分 三分之,那會做路跟做客戶 差不多30年了,都沒得到補償 這樣就你,你蒸收民間的土地,你就是要給它補償 最終要不給補償 行水區,我們這裡重力 重力有一條客戶,料過重力池 和池膏,那個行水區 它擴大,水如果大了,會很大 所以,去用民間的土地,把它弄電,變成它的客戶 地心,把它補償,做到它的弄電來 這種行水區,也可以補償也都沒有人 這個隆重,差不多21條 加上5條的,水是上的,政府的負責 25、6條、7條 這又敗了,很多人說,哇 如果我們接政府的時候,這要怎麼去行呢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做一個民政府的政府官 要想說,要怎麼來領導經國政府的鄉前來做事情 就要去發現說,這個本質 這個負責這麼多的本質 是因為它貪污夫婦 它本質就是說,不是水修舊 它的恰意不是水修舊 就是它亂開支嘛 它算亂母嘛 還有,你看我們偉洋高架橋 那不必對五谷做起嘛 你如果對南竿開始做起 你就選四百的,它不選 它變成八百多的,來對五谷跟陽眉 你如果說,對南竿做起 你就要去,把這個山上放進去 路來的時候,要往南竿 不去逃逃,你就從那裡去的時候 怎麼會搭車 那邊如果真順地走起 這邊就不會搭車嘛 因為那個地方搭車,所以這邊就搭車嘛 不然這樣想,他就沒有去看到本質 你如果沒辦法看到本質 你就是沒有先驗之名了 你要好好做領導者,所謂領導者,地色要豐富 要有判斷的能力 要有企劃,規位的能力 甚至要有執行的能力 要有行動力,這都很重要 所以我剛才在那裡申請說 這一點,要堅持,毅力 我講到什麼呢 我剛才說,我拜他的時候 剛才有一個古策族 這個古策族的同胞 他判一判一判一判 還在用,像這個 有兩個禮仔的東西 拖兩包,很大包的行李 我剛才拜的那天 禮拜的那天,我們繼續 五十二期的套一判 我那個人要躲在 我們水月園 天空在九點我去 農圍辦的事情 因為我餐在這裡,跟農圍有關的 辦的事情 我每天都去餐廳做飯 我做到一間吃中逗飯 吃吃的時候,我剛才塞車 要回到台北 在那邊要去 泰山那條路頂那裡 去鎮腳樓 看到一個,咦 一個我們古策族的同胞 還在拖 一隻手拖一種東西 沿山路這樣走下去 咦,我說哪有沒人知道 這麼重的東西哪有沒人知道 我就 從我把車停到 在那頭前我停到 看的地方 路邊在那裡 在那裡 來到那裡,我說 咦 說 朋友,你需要我自己知道嗎 你要去哪裡 他說,他要去台北車頭 我說 我自己知道嗎 對,我自己知道嗎 好啊 笑一下,好啊 我就起來 東西放在那裡 起來 我就問說 你從哪裡來 要去哪裡 他說 我從未來 要回去封邊 台東的封邊 說 你未來怎麼來 我說我會怕 我說走多久 過了 我說 你如果沒人坐車 誰啊 擁抱啊 我 我 去美鳥做工 那工場 請我去做工 是 人部的那個 就是 就位輔導中心 給我介紹的 我就 去到那裡上班 兩個月 去那裡 老闆 擲繞 擲繞 工場 收起來 都沒有花工錢 我 我 拿到錢 就花了 所以就擁抱 說 你有沒有 你是不是錢 花了 擲繞 擲繞 還是 喝酒 喝了 類似的 他說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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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那老闆 兩股的薪水 都沒有 他拿去的錢 都花了 他想說 帶下去 也不是辦法 他想說 往北京 走四邊 說 整路都沒人跟你知道 沒有 他說 你吃飯 他說 我一天吃一餐 一天吃一餐 要怎麼吃 他也沒錢 他看到廟 就一味 跟那個古廟說 我不早就要 看你有三個東西 我吃 有三個我就吃三個 晚上就睡到廟 還是 土地公廟 還是一般的廟 這樣 這樣就走 過了 走到哪兒 口 我說 你現在買哪 買哪 回方便 他說 你拿 跟他載到台北車頭 我就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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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才走,走那個什麼?東北角的海邊的路 走到頭上,走到宜蘭,走到花蓮 走到花蓮,再走到縫邊,因為我無錢 這樣,感受嗎? 我早就去南港 帶他去吃賣,去車路買車廟會 一千塊買車廟會的錢,都會 說你回去,回去到花蓮,到車路睡一晚 你就借馬屎,回去到封邊,馬屎的錢一百五十塊 做想要的錢是四百一個人 我幸福才存兩百 我說我這裡也要兩百,再付你 用麵,我才有夠就好 我很感心 怎麼感心呢? 古山祖 本來就很堅持的,很有毅力的 所以他幾十萬千的通知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古山祖的同胞 他一樣,我沒有錢,像我幫你搬 你不幫他責,我也是一樣 不可以跟你說,你拜託你幫他責 沒有 他就是有一個,自己的堅持,自己的尊嚴 不用那些人要求 他就說,我就搬到尊嚴,廟裡總是有人拜託的東西吃 他就是他跟他說,我搬到尊嚴,可以吃的尊嚴 我到南港的時候,我在那個,我不會到南港以前先去來 我說,你不要去台北車頭,因為你過後都不辛苦 你過大包,小包,頭部都不洗,閃閃 你看台北很多好人,看我們這種人 不太要自己,像我那天看了 我會給你看,比較現實 我說,我們來南港,比較有一般的港人 什麼,比較不會看不到 我說,後來,你如果你說,有收集的身 一定要整肅你的遺容 每天要洗頭髒,律律師這樣,穿好,好看好看 這樣,比較會穿著人,比較不會讓人看不去 然後,在路上我說,我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一定要走到封邊 就是用走的,也要用過了的時間,要走到封邊 然後,林科都封邊,賺五百塊一天,他就要做 我說這樣,你如果不去陷,不要來做我的殘年的長工 來做我的殘,我一個月給你一萬五塊 你一禮拜有一天的休息一 你時間給你支配,三個工作 有工作的人做,你就做 自己時間給你支配 一天來,你能離開我的農場 今天時間你留下農場 自己看有三個工作,做三個工作 我給你一萬五塊 我給你買一個意外的保險 年中結束,看你的績效 看你有老子母,再給你獎金這樣,好嗎 用不著 我說,你不是在那裡,你要五百塊去做嗎 我說,我們在東部,不要互相騙 在那裡,要跟你們攝補 就讓你們攝補的人騙 所以不然,我不幹了 不要到西部來,西部人都會騙人 這樣啊 所以說,我就是沒錢 你不可以在台北乘路 我也要走到封邊了 要回到他的主靈地,跟他的主人在一起 他說,寧可一天賺五百塊 有本人這裡就好,也不要再去騙 所以到時候,我就說 你看,我敢跟你騙 他說,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不要做的,我不知道耶 我總的名字一張回 他說,這樣好啦 反正你頂到封邊 你想看看 你如果想說,這個人就不錯 來跟他做的,可能不錯 你才把家庭的 你才來 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介紹阿民族的朋友 在我的餐的對面 有一個家庭是阿民族的 介紹一個朋友 你就有好朋友可以做的 或是你自己做我的餐 去一個料子 有一個管管 還有一張紙子 就是那個紙子 可以去一間料子 阿民族自己去料子 你就學習 或是說 看到有材料有材料 你幫他拿來去一個料子 在那裡住 這樣也是很好的地方 來學習 我也很高興 跟你這種人學習 我這樣想 我在想 在那邊問他 想說 他跟他的祖先一樣 有堅持 有毅力 然後 人家說 有格調 不是說我肚子餓 我去偷貸 肚子餓 我就純粹去偷錢 沒有 他只是我拿要吃的東西 就好 我們想說 我就給你一千塊 幫你買車票出給你 我的天空要兩百塊 我這兩百塊 我這兩百塊 算給你說不用 我有夠就好 如果貪心的人說 好 這兩百塊 我發 他不會這樣想 他說 我有夠就好 我有夠 到封閉就好 你兩百塊 你留在用 我告訴我 我太太會聽 我太太會說 你去那裡獲錢 不然他去領錢 很困難 多兩千塊 他就給你拿了 你就存兩百塊 他要給你喝 更更好 表示說人家不太給我們體力 體諒 我平常沒什麼要帶錢 為什麼沒什麼要帶錢 男人 都很要碰風 這剛才有食材的人 哦 真清潔的 哦 來著吃飯來著吃 我請你 母母雞雞大雞 哦 嚇開嚇開 你知道 結果自己變賞人 真的這樣哦 我們台灣人真的這樣哦 沒有那個習慣說 沒有 大家都各副各的嘛 很慘這樣 大家說 哦 實際上是沒有錢 我怎麼想我這麼有錢 這團都我請 現在我到學生 學一個人要出錢 類似這樣哦 隨時都要講好學 社會的社會 不是這樣 大家都說這團我請 你們大家都不要出錢 這樣 後日沒有誰人請 這樣 輪流 不要說只有一個人負擔 其實就有這種人 誰呢 清明膏 像我到的就是 我們的家祖就是 我實在是負責 但是 我們家祖如果 七歲都要出錢 後一天 我們一個人說 啊 大家都在出錢 不好意思 我們每年大家公家出了 看看多少大家對開 我們兩個逆賞 就不來了 不來了 聽著說要對開 就不來了 如果我車都要來 白人車都要來 有這種的兄弟呢 有這種的兄弟呢 有這種兄弟呢 我們那個逆賞很明顯 因為他一直調查叫上班 對 剛才每一個人的生意 都懷疑 都懷疑 不然去調查叫上班的時候 做小學老師 朋友很多 去調查叫上班後 都沒有朋友了 現在我老人時代 一樣 住在養老院 他就沒辦法相信人 這樣 這是題外話啦 就像說 感想說 我們的高山族的原住民 我們的高山族的同胞 跟這位置 要保持高山族 本來的傳統的觀念 和適合 我如果沒有欠用 我不會拿 我比較是欠用 就是車票這點我會拿 如果我還會拿到 封賓要十五塊的 八十的費用 拿到家裡 還要穿錢 所以 出年五百塊 我把他收起來 你兩百塊 出兩百塊 你就留在用了 沒有貪心 真實在 我就覺得很感心 還用怕的 說你如果沒有錢 我也一樣 我會用怕的 終於最終 我就要走到封賓 我老家 這種是我們所有民進府的官員 一定要去學習 堅持再堅持 用無比的毅力 要達成目標 就是要對賣了 走到方便 這樣 比較久我就要走到封賓 沒有問題 我要走到封賓 沒有錢 我要走到封賓 他說 他走到什麼程度 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破掉了 到那裡 那裡的撫海公 顧廟 看他沒有 可以穿 買一張新的 給穿 他需要 所以他接受 他也沒有貪心 他也沒有拿錢 所以我說 這種 如果是我們民進府的官員 都有這種精神 我相信 我們一定成功 這是我說的 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我是說 今天五點 我就到楊梅了 就過楊梅社會戰 結果來到我們的 水月園的時候 六點十分 車庭後六點十分 車庭到六點十分 車庭到這樣 每逢禮拜五 北上的塞車 南下的塞車 塞的很厲害 我就說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我們要了解 那個本質在哪裡 問題的本質在哪裡 問題的本質在哪裡 中華民國政府 在蓋這個國塞公路的時候 他就沒有幾位的能力 也沒有幾位的能力 就是說 你要考慮說 台北地區 台北市 人口的密度是一公里 一平方公里 是一萬人 全世界人口密度 最大 最大的地方 結果 楊梅到台北 四山島 台北到土層 開始三山島 就開始 到要做特寬 然後 土層到楊梅 也是三山島 楊梅伊南 以前是四山島 所以 如果在我 昨末 還是假日 就整個國塞公路 搭車 要不二高以前 就是整個山路都搭車 所以那時候 去二高 到不去二高 這裡在肚寒的時候 我剛才在 台中的中間大學 檢區 5、5、6的區 我如果去學生 我都怕什麼 我都不怕國塞公路 我都怕台三線 一路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有很少 這裂都起來 我也不怕國塞公路 我就怕四邊起來 所以四邊 我跟那個 我們原住民的同胞 調查得很清楚 我問說 你有經過哪裡 經過哪裡 他經過都會 知道經過哪裡 經過哪裡 特別一次跟土層 我說你有經過 新出的柯柯港嗎 有 有 我說你過柯港的時候 你走哪裡 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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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 那條路 他說他好奇 所以走海邊 那條路 他說你到哪裡 走哪裡 他說 當時向快速道路 的終點 因為那邊 就要逼去高架橋 他沒有逼去 高架橋下的路 走到跌尾 跌尾 在跌尾的時候 現在抹道一排 他說這是不行 抹道一排 抹道一排 走前進去投 Chapter 2014 204 204 後進去南下 conservative March 我重點看到這個地方 反 À such a town 過八告 university 後面 quindi 黑了 一下 一些跌尾 走很多路,如果在園西邊走,看到一個 鳳南口的時候,你切過去,就不用走三角形的兩邊 你只要走三角形的一邊,一樣來跟林口交流道 這個四邊,還有一個山林路,走到右邊 往林口交流道,這個方向走去 說你在園西邊走到那個地方,差不多20分鐘就夠 你走到那邊,走到左邊,走到右邊走,走到104 走到股所公園,走到股所公園,走到股所公園會移到左邊 你走走的,三角形的兩邊,一邊長 所以你浪費很多時間,我就無色 人家說,走到南盒,再躲起來,我這麼乖乖的 走到南盒,躲起來躲起來,我說,我對土風很少 學會很少,所以你跟他講,我都知道 看起來改成不給他欺騙 我會覺得這個人這麼普遍 能夠跟他講師 來做同事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邀請他,邀請他來做我的重工 我來跟他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要怎麼有堅定的意志 堅強的毅力 來達成我們的目標 我希望每一人都要一樣 我稍後再講說,舞陽高速公路這個問題 國民黨沒辦法做好好的規劃 一同時,在整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是石像建設的 在做財富整個的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如果要做高速公路 因為我們人口這麼多 北部人口味道這麼多 一定要做六三度,八三度,十三度 街人跟台北想要六三度 台北到因為,最好是十三度 如果沒有要八三度 結果是六三度而已 六三度 我聽說,那時候我就聽說 為什麼我們在規劃 我有看,在財務規劃裡面也要看它的尺寸 它的長度到尺寸 現在我們鐵水的價位 是八三度的,六三度的 街人跟台北六三度 台北到原貌是八三度 為什麼縮秀 變成四三度跟六三度 他說,那個岸鐵 在國民黨中小的開火的時候 古鎮鎮說什麼 就要反攻大陸了 幹嘛在這邊蓋這麼寬的高速公路 不,這樣 啊,講成五三度就說 不好來好來,縮得秀 這樣嘛 不知後來有發行十八秒的事情 我意思是說 沒有規劃靈靈以外 沒有執行靈靈以外 要有涉及這種儲物的觀念 今天我們沒有要建設台灣嘛 他如果要好好把台灣 看著說,他在這裡生存的地方 不是一個尺寸的地方 尺寸的地方 尺寸的地方 他就有辦法建設 他並沒有心 同一個情形 我們看日本 日本有心跟台灣建設就好 我今天看到 土水家 我們在這裡的地方 會追問 有一個石碑 哇,那個石碑 公司就很清楚 那個石碑本來是 焦河幾年幾年 但是都被吐掉 像一個民國一十一年十二歲 我總是跟我的朋友說 欸 這怎麼是民國一十一年十一歲 一直焦河幾年十二歲 這麼對嘛 所以要騙我們台灣人 那是說 那是中華民國建設的 蘇寺是日本 時代人的建設 是百多八十年 百多八十年前 人是日本人建設的水門 那白水 那水要怎麼進來 大漆的水 漏水漏水 要怎麼把日暈進去 跟我們的 整個中華館 灌溉的農田 的水利 都很完整 已經八十年要很用很用 都沒有敗 所以人的執行能力 人的認真打拼 人對台灣的愛想 是這樣 那中華民國這個地方 都跟我們 日本 帝國 當時所建設 都跟那個 日本年代 都把它吐掉 但是改造民國 讓我們共同人 是你說 那就是 中華民國的建設 用這樣騙大人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講起來 我們民進府的 積極很重大 我們將來要怎麼 判斷 這種念 判斷這種的虛 虛焦的身段 方騙虛偽的身段 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一直想要說 我們要生生死死 老老死死 會來為我們台灣人打拼 就是這樣 這是 第二 我要說的 天后 因為我的節目 我的確定是 在說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但 重點是 我們要認識 說 甘真正 中華民國 在照顧台灣的 國家安全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的時候 很多人去了解 因為補助電視 都沒有跟你說事實 事實是怎樣 從前後以來 都是美國 都在注意台灣的安全 維護台灣的國防安全 因為中華民國 像他在補助台灣安全 所以說 如果真的要健全發生的時候 那 那 最近以來 我們就看到 說 國軍 完全沒有 所謂所謂的國軍 就是 中華民國國 國軍 完全沒有能力去 風雨台灣 你說 武器 也不夠好 都要靠軍售 如果美國 給你 軍事武器的 你基本上 就不可能有防衛能力 真的發生 戰爭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 維持 多久 所以 如果 不是美國在後面 撞腰 美國 為 我們海峽中線 防範 中國的兵 中國的空軍 或是海軍 超越海峽中線 台灣實在是很危險 所以 我們先去 美國的時候 就 開始了解這個問題 過去 我也不知道 未來參與 法律建國 未來參與 民進府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 我們想要 嚇阻能力 我們要 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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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海軍力 就是一次跟我們 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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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國雄 有 海軍樂隊演出 國雄 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吧 有嗎 海軍樂隊演出 也去台南 我記得 他去台南 之前就開始 美國的 足跡 美國在台灣的足跡 American footstep 贏台湾的展出,不知道有人去看嗎? 他那個USIS所辦的 美國新聞局、新聞處 美新處 美新處在高雄、台中跟台北都有辦事處 USIS有辦American Footsteps 贏台湾 美國在台灣的足跡 跟一九十五年以來 美國如何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有很多商品,大陸旁邊的來看 我有去看 我在台北中央圖書館 我全都在看 一家裡有一個小姐在看 我一看一看的時候 我出來跟他說 來參觀的人怎麼這麼久 怎麼沒有做工具 他說 是美國 AIT跟新聞處 要求我們辦的 但是我們這邊 中央圖書館都沒有公開出工具 只有有記者在報紙 聽說 美國主持在台灣這個東西 有在中央圖書館的展出 我也不知道 我是朋友去看 看我看 看我看電話說 你應該去看我才了解 原來那裡有一段 很大的地方 美國在東南亞東北亞的佔領地 都給他打個星星 那個星號 有嗎 這個星號 都打個星星 這面記裡面的星星 這面記 打個星星 他在這裡都打個星星 琉球 台灣 關島 我叫很多朋友去看 中國 中華民國 都怕我們知道 所以沒有做工具 很多人去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完全了解說 原來美國 根本就沒有離開台灣 但是我們很多人說 我這久以來 特別是誰 PS離開台灣 那裡 就是美軍軍團 在我們六三百路 他在那裡有一個 美軍軍團的總部 他們把那個地方 裁測之後 就沒有 美軍軍團的人在那裡 所以就沒有看到美軍 沒有看到美軍 因為一戰結束以後 他們就開始裁測 減少支出 減少政府的負擔 所以我們很多人說 我都沒有看到美軍 那如果這樣說 美軍在把我們 防衛我們的安全 這些人都這樣想 但是這些經過法理論述 長期的追蹤 大家了解的時候 這很清楚 六月日到 他不斷海軍進來 七月結束的時候 空軍就 在青青江基地 而且有三隻F-2所都住在裡面 我們一直都聽傳聞 四月結束 秘書長就在說 空軍在二百千青江基地 五月六月七月這次 很明確 八月九月 我九月日六 我有事情在台中 九月日六 我們在台中 我們台南一間公寓在那 四間 四間 我那個暗躲在那裡 我想 來看看 我去青青江基地的高呼球場 青青江高呼球場 我去趴去高呼球 趴了兩次 一次啊 兩次嘛 我最早 來高呼球場 比較高的地方 可能看到 F-22 我是這樣想 四五點 我就出門 去找來找去 說找不到 久不去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我到台中 我回到 中青路上 去 大集口 青青江 最大的入口 那個地方 去問過 哪些人 要問四個人 跟他問說 我聽說 有美國的空軍 在青青江 你不知道有看嗎 我不知道有聽嗎 四人都說 不然 我剛才 我到台中找到 有什麼人可以問 看了兩個年輕人 請軍中 再掛一條槓 哨尾 軍官 進去一個早餐店 在買早餐 我去找他們 那些店 早餐 點了 在等的時候 我就跟他問說 欸 少年少年 我幫你請教一下 你們聽說 有美國的空軍 在我們青青江 你們不知道 你們有看嗎 他說沒有 我說沒有 我說 有美國的空軍 還在大台飛機 有二次在車 你們不管 我們就憲兵 我不是在 我不是 我的營區 不是相當心地帶 我是比較便宜 所以比較不知道 我還是一定 跟人說 不要說出去就對了 結果 不知道他們 東西都看好 賣好 就要離開 我看那個老闆 翹翹 那個老闆 田庭很 很開闊 漂亮 很平 很平整 我看他 翹翹 我問 老闆 老闆 我幫你請教一下 你不知道聽說 美國的空軍 一次在青青江基地嗎 他說 我怎麼這麼聽到呢 我就在青脈看到 欸 我想問那麼多人 沒有人說 他有看到 還是聽到 他說 他不但不是聽到 他說自己青脈看到 那一陣子 我就說 欸 你是怎麼看的 看得到 別人都說 參聽就沒聽到 他說 我的早餐 很特別 我的早餐 很特別 很好吃 米國都要吃我的早餐 所以我差不多六點半以前 我就要送 早餐去給米國吃 喔 他飛機很大隻喔 不是普通的喔 我以前不想看得到 這種這麼大的空間 中國美國空間 沒有這麼大 他的空間 有夠大隻的就對了 欸 我想說這樣就好了 我也想問想這個 問想這個 他問問你問這個 要做什麼 喔 我從來就離開了 我就很高興 車賽就回來了 跟米蘇長說 我米蘇長就撲上網 撲上網之後 一些人就 小文中說 中間就那個蔡教授 有白菜 白菜說什麼 我們就沒看到 千人工基地 有什麼美國的空間 他就說 他去看到 他去 美國的空間 已經是千人工基地了 說我講白菜 我實在很興奮 所以十月二 我又去 我有一個機會 又去那 那時候 2010年 9月10月剛才選 市議員 因為我是 台灣新會秘書長 李秀蓮 台灣新會秘書長 他女秀蓮 做算 當然 我就要 到辦先 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下去 剛才連續 10月25 9月25 都去那裡 我是來套餐 這遍 早餐 四點就出門了 我明明就說 前身 我就睡不著 這間台比較重 來炒清楚 然後又去 又去的時候 5點半到9月了 我直接去找那早餐店 找那個老闆 結果老闆無敵 他太太跟他女兒 到那裡 我從來想說 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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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五點半 老闆娘 才不會來 那些小小小的才來 我從來想這事情很重要 我問 老闆娘 我來的時候 老闆娘說 有送早餐 去給那些 早餐去給 美國餅吃 那些 現在呢 現在前面有過 他送嗎 他說最近以來 數量比較少 他說數量比較少 表示說要有 但是數量比較少 我現在要幾分 四五十分 我剛才比較多是多少 七月以來 跟這月 一天要多少 他說一天要200分 那是怎樣 是怎樣變成 剩四五十分 因為那時候 十月開始 就在開始 丟臉十一月 要美韓軍事演習 在黃海軍事演習 十二月 一、十二月 到十二月 描述 然後從十二月 中,キスト 就开始美韩军事演习,人数是1万6千人 美军和韩国兵,都总是1万6千人 继续美韩军事演习后,所以每日军事演习 11月28日到12月7日,大概一星期的时间 涵盖日本海、东海、福利宾海 那是怎样,美韩就在那边在合作北韩 那是怎样,在日本军事演习的时候 韩跟日本海、东海跟菲律宾海 这是在保护台湾,因为2010年10月 那时,就传认说,中国有两岁的军队在北韩 其实在38度线的西边,就是黄海这边 其实在北韩38度的东边,在日本海这边 在这两岁的军队以外,中国兵还有两个加强的坦克营 在这两个地方 还有很多运输车辆,载运之众 就是说戦阵的不足,是在这两个地方 那个态势就是说要打南韩 但是后来,秘书长在跟我说 根据美国的分析,是要声东极西 我在这个地方布置重兵,好像要打南韩 但是目标是要打台湾 这样呢 所以美国当中,就是本来做这个军事演习 涵盖东海跟日本海,离日本日本海 东海跟福利宾海 因为东海跟福利宾海,就是台湾南北两端 这很清楚啊,我是在顾台湾 这样国民党也有在跟你说 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他为什么不知道啊,收下去 军事演习后 他就开始邀请,胡锦涛去访美 跟他的参谋总长陈炳德去访美 一人听说,跟胡锦涛说 外太空也有雷射武器 我雷射武器,把你射到你的军事基地 你就燃烧起来,就爆炸 这之前就是说,七月三部F-2所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就爆炸在中国台湾,把他摄像摄像摄像又出来 逆中飞机嘛,摄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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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我一月,也不知道我出来 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在胡锦涛方面的时候 就跟他说,你就要压制你的绍壮军人 中国的绍壮军人 整体关天,不知道他中国的军事建设是很浪漫的 当然他要打台湾 台湾的中央民国,当然没有低空的能力 但是他要打台湾,他对到后面是美国在撑腰的时候 他要跟美国怎样拳,不可能嘛 所以意思说,叫胡锦涛要压制那些蠢蠢欲动的绍壮军人 如果每次军事演习的时候 邀请中国派高阶的军官去官岛参观他们的军事演习 要让他们知道,你有力敢有法度和比 用这个来干什么,来给他撑 像我们的布,布这个梳哈 我如果梳哈是桐花孙的时候 我戴一支你哪里知道 但是我就说,好,桌子上这些银都落下去,给你撑 那那个时候,对方真的说当书的时候 真的我是桐花孙,我终于贏了,对吧 但是有一天,我看起来是桐花孙 偏偏了,哪是说黑图的桐花孙 但是在这里,这四季黑图而已,一支 一支什么,红角 我不是跟你撑说我桐花孙 台湾上看到的,普遍站起来 白的都没有看到,看到黑图的 结果,对方一定会怕,搖手 在那里,可能撑黑图的,如果桐花孙我就站起来 就绝对输了 美国不是只说,他四季桐花 他实在是五季桐花 所以,夫人头还是陈明郎,去看美国 看到美国,那个军事摄氏的时候 他感觉,真的说挑起战争 感觉来对台湾挡手,不感觉呢 所以,两千空,十年的时势 很精彩的一年,我们不是参加民政务 今天都不知道这些 因为不做电视都没说 就是自由时报 常常去拆讨美军地区舰队 那个记者,我也不记得名 他也去地区舰队去摄氏 也是轻描淡血 也没说到要点 跟我们这个地方,这些是知道要点 知道要点在哪个地方 知道这跟台湾的国家安全很重要 当然,不是中央美国国家安全 我们是在抗理台湾国家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究竟是中央美国在顾台湾 还是美国在顾台湾 当然,美日安保条约,很清楚 把台湾列入一个安保的范围 这表示什么 日本的智慧队也是在保重台湾的国家安全 所以,我们跟日本在沟通的时候 在2011年的11月 所以,我们派45代表去,我们以前是合作员的助理 所以,也有去,也有选择 放在我们水沿的那种 有一个商品,比这比较四点 他们就去参加什么 美日海军的亲善友好的协会 的年度会议 而且,他们有送我们 他们有送我们 有送我们 华盛顿,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 在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里面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这个航空母舰 主要是在保护台湾的安全 意思是很清楚的 日本支援队一定要跟 美国的第七冠队配合 所以,一旦台海有事 一旦中国要冲动 如果不是美国出党 就是日本出党 那像我们去年 听说,有中国 中国有五十旬 五十旬 他从海南岛出发 是从台湾海丘的塞兵 走到东海 再到台湾的台湾 在台湾的东平 涉过南平 涉过这个 菲律宾海 从北到南海地区 这如果 日本知道而已 水派三只 比这五十旬 更大一只 三只 到台湾的时候 就开始禁水了 我知道 那对台湾海丘的塞兵 走到我们的 基隆的外面 东北角那 日本台湾的时候 在日本就派三只 禁水 一直到 离开台湾的位置 这在做什么 中文明星 不知道 中文明星 哪有 派国去监视 是日本的 是日本的 所以 我们这次 日本的 那个自卫队 我们 上五月 这五月 今天三月 十三月 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七日 先 我们有 日本智慧队司令官 欧巴士 大乔先生 和欧巴士 大蒜先生 他是空軍的 大乔是海軍的 他来 他来 携一些 日本的青年 十二的青年 来跟我们 参加日台青銀班 的时候 他就很了解 听我们的论识 听我们的法理论识 和有关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和台湾的未来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这个问题 讨论 他们的法然道 很清澈 原来 对他们 要不离开 他们的关节以前 他们都退休了 要不退休进行 他们所作所为 看起来 像你跟美国配合 随时 在东北 这个街团 这个地方 完全在为 台湾的安全 所以 我们台湾国家安全 要靠中国美国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 一定爱什么 爱美国和日本 因为我们目前 真的台湾政府 没有武力 没有武力 所以 我们很不得意 就要靠这两个国家 来跟我们帮忙 所以外面 我们在外面 在说 说 日消部以前 绝对不去做日本的国民 也不去做美国人 这种是很普遍的 虽然说 我很久都没有跟 李少年记录了 我太太也跟他记录了 我太太在跟他说 最近 我们要变成台湾政府 台湾在法律律师里面 他说我做政策 我们是日俗美战 或者 如果我们不说 他说 都没有正式文件 要怎么会这样说 应该 一定要有正式文件 才算是 后来 那正式文件出来 我太太看得到 我太太就跟他说 以前有正式的问题 叫我做美国人 我带你卖的 你不做就做 你不做就做 你不做就不要做 但是 按照 古今生的后面 或是按照 美国的列島局 或是说 他是军事占领全国的时候 只要占领全国的时候 台湾在疫情四五年一后 就变成美国内政部 列島局的一份子 我们的地位 跟波罗尼克 跟关岛 跟沙漠沙漠 沙漠沙漠 完全一样 我们一直在在 诉讼里 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求 美国 对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要用 国民 非公民的身份 保障 在美国宪法底下 保障 本土台湾人的 基本人权 你国家都同意 你都这样算盘 你不做美国人 我们不叫他做美国人 你是美国的国民非公民 你如果是美国人 你就有投票款 我们美国的国民非公民 是只说 我们是做一个 美国的国民一份子 但是他在选总统 他在选参议院 我们没有投票前 我们也没有出家 选参议院 这样 没人叫你做美国人 你不是公民 我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他只是看你国民的一份子 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我们的身份证 是国民身份证 但是 在我们身份证 民党 后面的右上角 给你冲一个 号码 那个编号 就是奴隶的编号 他做奴隶 放他到时候 做美国的 先进国家的 国民非公民 说话 这不是很矛盾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觉得 民政党 懵懂无知到这种程度 包括我们的副总统 不是我们的副总统 包括他们的副总统 包括中华民国副总统 我们台湾人 去做中华民国副总统 他也不清楚了 建国就说 民政党说的 都很深奥 我没了解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才一直注定 我们民政府的 动心 很重要的动心 在这个阶段 就是去选担 法律论 让每个人都在副总统 主角 以后有一个副总统 副总统 副总统 你才知道 认识说 我们本身的 身份和地位 我们的身份 在中华民国体制地下 每个人都是努力 都是努力 就是你做到 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 你也是努力 你带他们做工作 你带他们固大 让他们努力 可以过更好的日子 这样而已而已 所以长久以来 我们知道说 台北省的政理事物 政理事物 都是在副总统 那个大头 在台湾人 做总统的时候 回过头来 跟台湾同胞说 你比较深厉 你就支持我做总统 在我做总统 后来 我来福西才主人 你们也好过 我也好过 大家最安无数就好 这样 因为台湾人 没有出台湾的机会 我们想想看 开始就是变成这样 这个序局 拌起来 到时候就是这样 做得很大 总统 部长 结果都是 带流方南面 服务 我回来就说 大家开心来 开心来 继续高水 刚才 我们学生的好事 我担做得很大 我这样就好了 我这条命 这条理 这样就好了 不然你可能说 这些人 会怕顺便 她的怕顺便 都一直要做努力 就这样 你把总统 合法 说选去 我们就可以 安全到哪 也不可能 跟我们台湾人 都可以 抗抗去 去对 他在 违和 违和 人民共的 生存的空间 说来很完蛋 eighty 我 Choeren 最快 充足现在 五十几岁 尝囊 第 Prum 这些人 都 在违和 重加美国 里格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回想过来 这是 是 是 这是 茹葛巴凡的事实 因为 chapel 一直要 证明致线 说去的 證明主席說,我們台灣人百分之七十五都選,都選到我們立英來做總統 自然我們就獨立了,我們就建國了,有可能 依法不合,感情上可能可以,感情上可能大家做到 怎麼說我們已經出頭天了,但是法理上可能沒辦法 美國要允許你怎麼做,台灣美國,你壓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宣誓 你敢有可能,因為你要這樣做的時候,很有可能 中華民國憲法就把你叛變,情治單位就把你先把你,像說 普政是這樣的,你生活兵的你的護衛,你的警衛就先把你開槍 你就死掉了,你要怎麼改革,改革哪有可能 他們都沒去想這,我一直都想這 所以想到想去,他們都不是政客的路,我們這才是政客的路 所以我們實在,我們了解,實在這個法理論事 我們了解整個這個國家安全,都是日本跟韓國在為何 我們就覺得,福家債 福家債,在今晚好兵條件裡面,不把台灣、平和 掛入給中國,跟掛入給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現在要有聽說,有一個穿過的機會 也要有他扳回來的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是,加上在我們球場就說 所有本土台人,都要穿搏的角色 了解我們現實時的狀況 然後,大家都說,我們卡層要求這位 好兵來勉勒,好兵來打招 要有我們,剛才我說的,那個高山族 那個黃文河先生,封賓的黃文河先生 他都要,他也出一個什麼 出一個漢義的名字 我說,你阿美祖的名字 用阿美祖的名字,拿小,拿小 這樣啦,說拿小什麼意思,他不知道 我說,這樣好,你回到封賓喔 好好的,跟阿美祖的位,有的鐵底 才來做我的,我的這個,當工 那不然,你不要來 因為你參加阿美祖的都不要 他如果要跟他說,台義跟北京會就好了 阿美祖的不會去,沒關係 我說,不對,你如果要不對 一定要保存阿美祖的原意 跟那些刮客 這樣喔,跟阿美祖的文化 發揚下去這樣 所以總共一句 我們在做這些工作 也是要發揚我們台灣的精神 發揚我們台灣優美的文化 還有三種文化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絕對不能給他護士 不能給他看不見 看不見了 今天因為時間到了 我就說這首歌 謝謝大家,謝謝 很冷靜 很冷靜 還不煩我一下 擲九燒 這麼冷靜 好,起立 走 走 有粒豆湯 有粒豆湯 好 做的冬軍 炸粒的冬軍 й你 去 小 小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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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